大家好,我是 RC 馬的 KK,很開心邀請到 Express Designer的卡克蘭 來介紹新出的便宜版頭路車 Express FT-1S 看看與 FT-1有甚麼分別 好,我是Carvin,我是 Express FT-1和 FT-1S 的設定員 今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FT-1S 有甚麼特別 FT-1S 顧名思義是 Sport 版本 XQ-1S和XM-1S 都是同一個DNA 就是便宜版本,盡量走親民路線 價格上都會較親民 今次這輛車跟以前的 XM-1S 和 XQ-S 的規格都差不多 其實都是 FRP 和膠波箱為主 油壓都是膠桶油壓,會盡量踏車便宜 今次其實將 XQ-1S 盡量和 XQ-1S 的零件都會共用到 例如尾波箱,牛角,Servo 座,都會共用到 秘馬都會共用到 盡量讓大家去玩 如果你有儲開 XQ-1S 的車時 如果你玩這輛車,都比較容易保持到 手腳和全部都共用 傳動都可以共用 這輛車,如果再有甚麼特別呢 這輛車我們今次會改善一些 跟 XQ-1S 相比 有甚麼不同呢? Ball Cap Ball Cap 我們會有以前是一隻舊款的Ball Cap 我們今次就跟著這隻Low Profile Ball N 精準度會高一點,整輛車會少一點虛位 接著波纖板 我們以前的 XQ-1S 會是頭尾3mm的油壓板 今次一天頭輪車,可能會容易炒爛一點 所以我特意加上後,由3mm改到4mm 車尾我沒有改過 大家要留意一下,可能要購買Pass 其他就沒甚麼特別了 底板是2.5mm玻璃纖維 二樓板是2mm玻璃纖維板 我想問平價版的 FT-1S 和貴版的 FT-1 有甚麼不同呢? F-T-1 一定是一架貴的車 我們就負責競技競賽級 一定是最好跑 但F-T-1S 也不代表不要跑 我前個星期有機會拿了一架膠車去玩 Jolo RCF 賽事 都很幸運拿了冠軍回來 而這兩架車,其實最主要是分別 F-T-1 會是碳纖維和玻璃纖維的分別 如果你說主要設計的主要設計 其實一翻車底就會看到 其實 FT-1 是一架分體波箱的頭驅車 跟我們以前的 XQ-1 或 XM-1 都會不同 F-T-1 會有分體 XQ-1 是一體式波箱 但我在這架車 F-T-1 做的時候 我也想做一個可分體 以及可以一體式的波箱 所以你就會看到 其實這架車底有一件銅 是連著整個波箱 左右波箱 會變成一體 這個是 FT-1 和 FT-1S 的最大分別 如果你說其他的東西 在膠件上是沒有分別 傳動上也沒有分別 只不過是波箱 F-T-1 會優勝是 你可以隨時調校 因為你因應你的場地 而去調校你 你安裝了一個銅 而這架車理論上會不會太刺激 如果你拆了頭就會刺激 F-T-1S 就沒有辦法 因為是平價版 唯有跟膠件上的限制 我們都會堅持用一個一體式的波箱 令整架車的乾性 不會說你玩得太久 膠件不會受養 如果有 FT-1 和 FT-1S 如果有一輛 FT-1S 想上升到 FT-1 其實最主要要留意的就是 波箱的鋁波箱 因為擺設計會不同 F-T-1S 會使用 F-T-1S 會使用 傳統收機米來調校虛偽的路線 如果你們換取選擇 就要留意要買相關的零件 Karfener 你上次贏了比賽 一輛 FT-1S 有什麼改裝過的 上次去比賽 去比賽周路的RCF 拿了一輛膠車去比賽 其實你看到 都是一輛普通的玻璃纖維版的車 我改了什麼呢 其實我改了油壓 以及改了避碼 先說避碼 如果我比賽那天計算 現在這輛車全車都換了類避碼 如果你是想輕量去改裝 其實你可以換第三和第四隻避碼 詳細看回我的設定紙 其實看到我是在走1.5度 尾韜 原裝車3度 會比較穩定一點 如果你換了之後 可能會再開得激進一點 另外油壓 油壓是用了 Air Racing 新出的BBG油壓 是一套組裝好的油壓 你只要回來入油壓 就可以玩了 我整套都在用這套油壓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車尾 現在看到會有20g的圓 我自己那天去鬥車就自己試過 反反覆覆試過 我比較喜歡裝20g原型的車尾 裝了和不裝的分別 不裝就縮油 縮油的時候車尾就沒有那麼圈 如果裝了後 尾會走一點點 彎的流速會快一點 這個值得留意 因為說20g原來有這麼大分別 除了車尾部份 再說一下車頭 如果你是… 我建議不用換裏碼碼都可以 因為車頭我現在是用 等於膠碼碼的幾何 當然你可以換裏碼 轉向我換了金屬 之後我都會嘗試砌一套膠碼 因為我這部車是星期六鬥車 可能我是星期四下午才砌 所以一時三刻馬上砌一些東西 就拿去鬥車 所以那一刻就沒有砌到膠碼 我遲些會試過膠碼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玩玩 到最後就沒有特別 因為頭尾油壓板 我還是用玻璃纖維 雅叉油我都是用原裝的100萬 在車內都會跟著一個 一瓶的100萬度充速油 我都是用那瓶來砌 除此之外就沒有特別 車尾有一塊 用來調整二樓板的硬度 現在我已經安裝了 安裝後尾部會硬一點 尾部會流速快一點 或者叫做走一塊一點 電架我覺得呢 我都是可以不改 可以改 自己看心情 心情典禮 我覺得就 就是這樣 還有 還有漏了一件東西 三折棍 我覺得 你可以先玩了原裝車的慢向 玩到蝕掉了 才可以換三折棍 我自己在油麻地試過 普通的慢向是沒問題的 轉向彎是可能會差一點 但相對上 轉彎的 都夠Smooth 不會叫一下叫一下 你們可以先玩了原裝一條慢向 然後再換一條三折棍 就是這樣 看到了 很感謝Calvin上來介紹 Express FT1和 FT1S的分別 我們網站RLC Market 都可以賣了 快點入手吧 如果想留意我們最新的產品 可以繼續留意RLC Market 是不是拍完了 我會玩車 謝謝